黄山是黄的吗? 上个星期我们游览了桂林 这桂林在中国的什么地方? 这难不倒我们 桂林在中国的西南 那么我们这星期将要游览的黄山在中国的什么地方? 你们知道吗? 黄山在中国的东南,对吗? 对,我昨天才互联网上查过 黄山在中国东南的安徽省 人称天下第一级山 你看,这是我打赢下来的资料 咦,这上面写着黄山,古称钱山 钱是黑的意思呀 奇怪,到底是黄山还是黑山呢? 小丽,你说得不错 钱的确是黑的意思 黄山的山体是紫黑色的花岗岩 所以,自古以来这座名山被称为钱山 至于为什么现在叫它为黄山吗? 你们听说过中国人最早的部落首领皇帝吗? 我们在中文课本上读到国盐帝和黄帝 中国人认为他们是自己的祖先 所以称自己为盐黄子孙 传说黄帝曾经在前山修炼过 于是,唐朝的一位黄帝就把前山改名为黄山 原来黄山的意思是黄帝的山 而不是黄色的山 那么又为什么说黄山是天下第一旗山呢? 说黄山是天下第一旗山是有道理的 中国有许多名山 比方说,山东省的泰山,非常雄伟 陕西省有华山,非常险峻 湖南省有横山,以云雾著称 江西省有庐山,以瀑布闻名 浙江省有燕荡山,山上巧食无数 可是,这些名山的长处,好像都在黄山集中起来了 您是说,黄山又雄伟又险峻 还有云雾、瀑布和巧食? 的确如此 中国古代的旅行家徐霞克曾经称赞说 登黄山天下无山,官直矣 意思是,天下没有比黄山更好的山 游览了黄山,就不需要再去看其他的山了 我真难想象,怎么样的一座山会有这样的神奇 黄山不是一座山,而是一大片山地 这资料上说,黄山有名字的山峰就有七十二个呢 奇怪,这图上标着前海、后海、东海、西海、还有天海 黄山离开大海,还远得很呢 怎么 那不是真的海 黄山的云雾很有名 那是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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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